曾经国内电影院还没有大规模的普及的时候,电视剧可以算是我们休闲娱乐的第一产品了。 在那个时候,国内诞生了很多的经典优秀电视剧,其中火爆一时的康熙·威福斯访计,就令很多人印象深刻。 这部剧不仅喷红了皇帝专业裤,张伯丽老师,还喷红了剧中的很多配角,三德子就是其中非常出彩的一位。 三德子一位当年在剧中的出色演出,世人印象深刻,但是对于演员本人来说,也有一丝遗憾在于,很多人只记得三德子这儿角色, 却不知道饰演三德子这个人的本名,这不得不说十分的可惜。 三德子的扮演者名叫赵亮,后来还出演了很多的电视剧作品,也是一位知名演员了。 但是,赵亮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却突发奇想,躲到山中搞起了养殖。 赵亮靠着养鸡身价过异,也成为了一位大富翁。 成功之后的赵亮并没有膨胀,反而保持低调的本色,经常开着一辆。 电动车上下班,让人十分的佩服,还有很多明星都吃过照亮养殖的鸡肉,这告诉我们360行行行与众当明星虽好,但是路不止一条,怎么走,还是要看个人。 。